前段时间,唐嫣因黄益青的一条直播被卷入李小璐风波后 然而大家都把注意力都转移在罗靖身上 然而罗靖迟迟未表态 昨日,罗靖终于更新了微博动态 却不小心暴露了与唐嫣的恋情现状 罗靖和唐嫣两人已交往有一年的时间 罗靖和唐嫣再次合作拍摄了《归去来》这部新剧 与以往不同的是,他们如今很少公开秀恩爱了 到底出于什么原因,目前也不敢做出肯定 或许是工作太忙吧 就在近日,罗靖发布了一条微博动态 原来是为关小彤主演的《凤求黄》这部电视剧做宣传 不过细心的网友应该已经注意到罗靖一贯使用繁体字 这次却没有使用繁体,其中有什么关联呢? 其中不少网友猜测表示,罗靖或许用的是唐嫣的手机 看来两个人应该在一起 那么也就说明唐嫣自从卷入李小鹿风波后 罗靖与唐嫣恋情并未受影响,依旧甜美 虽然唐嫣被卷入李小鹿风波 但已发声明澄清 期待在2018年能够听到关于两个人婚训的好消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